大家好 我们这次来到海南岛 那么这一次来海南不是来欣赏美丽的沙滩和阳光的 这一次我们跟着雪佛兰再来体验DC24小时的项目 海岛最重要的是先去找水 全场海水蒸馏出来是什么味道 之前我们去过黑河的大西南岭 去过银川的沙漠里面 看雨时 那么今天我们假设自己被困在了海岛上面 利用海岛上的资源我们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同时我们驾驶开拓者也学习了很多在海岛这种环境下 驾驶和自救的方法和方式 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我们今天学习的都是能够在海岛上直接获取的天然的材料 怎么能够给我们在这个海岛生存下去 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椰子 椰子里面的椰汁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脂肪碳水以及糖分 选择什么样的椰子 那么老椰子还可以用来取火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接触不到的 包括说我们用销尖的木棍怎么去开启椰子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东西 那么除了椰子之外 我们如果想生存下去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这种荒岛上面是肯定没有淡水的 我们怎么将海水过滤为淡水 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小的窍门 比如说通过两个桶的蒸馏水用椰子盒来接蒸馏水喝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海岛将会下雨 我们也通过手边这种比如塑料布或者石头 搭起了架子来收集雨水 雨水也是可以直接引用的淡水 这些都是我们生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有了椰子有了水 想生存下去其实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去想牛羊猪鱼这些东西了 这些是不太可能能够实现的 所以在椰子树里面会用高蛋白的这种蠕虫 这个蠕虫其实非常重要 它是非常好的高蛋白 在我们没有食物的状态下 它就是最好的蛋白质的获取物 当然了海水会长潮会落潮落潮之后 在这些花岗岩的缝隙里面 也会留下非常多这种小的海鲜 这也是我们能够存活下去的非常重要的食物 获取的资源 那么同时我们通过制作的这种路亚类型的钓挂 也可以在这些石份里面钓到鱿鱼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除这些之外 你想抓到鱼 鱼叉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也学到了鱼叉的制作过程 一根竹柜匹成丝瓣 然后怎么去用手边现有的工具去制作它 另外就是火种的问题 在这个荒岛里面 椰壳里面这种纤维化的衣丝 是非常容易找的 它也是给我们作为取火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然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能够随身携带的 比如说樊世林 包括棉球 这些衣料设备也是可以进行火源的一个保存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学不到的 当然了雪佛兰的活动 驾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今天在这个海岛里面设置一套 有沙滩 有山丘 有草地 包括有椰林的这种路况的设置 那雪佛兰开头者都一一的去应对这种路况 整个车的综合性能是非常优越和没有问题的 驾驶只是一部分 像在这种海水和沙滩交际的这种沙面上驾驶 这跟我们在阿拉扇的这种沙漠里的驾驶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看似是一个非常硬的沙面 当你驾驶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经过海水浸泡 在它底下非常的湿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限车怎么办 液态车限车怎么办 那么今天教练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 就是通过手边这种比如说残木费轮胎 在沙滩里挖一个非常大的坑 将它埋在坑里面 将我们的拖车线跟这种熊木木和轮胎绑在一起 通过沙滩的压力和自己车上的脚盘将自己车辆脱困 在没有脚盘的情况下 滑轮组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脱困的方式 当我们的车辆陷在这个沙滩边上的时候 我们通过多种这种滑轮组的组合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可以将车辆整个脱离出来 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接触不到的 所以学会完DCR4小时不仅仅是一个野外求生的活动 同时还会教会你在野外如何生存下去 也许我们一生都用不到这些技巧 但是某一次你要用到这些技巧的时候 你会这些技巧就能救你的一生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